大家好,欢迎来到广角镜 黄灾,又称黄祸 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瘟疫的天灾 至今人类也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就有关于黄灾的记录 黄灾不仅可以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 更可能因粮食短缺而引发饥荒 导致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的灭亡 因此必须由黄帝亲自处理这种灾害 所以这种吞食和田 使农产品完全遭到破坏的宠害被称为黄灾 然后今天人们惊讶地发现 黄灾竟然还与病毒相伴而来 2019年年底 武汉爆发了病毒瘟疫 随之快速传播至世界各地 造成全球性的大灾难 而2019年6月开始出现的东非黄灾 也在2019年底开始肆虐东非 2020年2月 当欧美大陆因疫情严重 各国寄出大封锁之际 东非黄灾也于此时蔓延至阿拉伯半岛 并进入亚洲的野门 沙特阿拉伯 阿曼 伊朗 4月份受疫情影响 运输和旅行受到限制 导致控制黄灾的工作受阻 随后的两个月里 蝗虫继续向东推进至印度 巴基斯坦 至6月份 东非 中东和南亚等多国 也因黄灾而宣布进入国家或地区的紧急状态 这也是20多年来最严重的蝗灾 当时的蝗虫数量已达4000亿只 安美只蝗虫每天吃掉两克粮食来计算 4000亿只蝗虫每天要吃掉80万吨食物 相当于中国或印度一天的口粮 当时有网友称 以蝗虫的繁殖率计算 再有半年蝗虫可达20兆只 整个地球就将被吃光 与此同时 有世界粮仓支撑的南美大陆也发生了蝗灾 灾情起源于巴拉圭 5月份进入阿根廷 索性的是 6月份之后 病毒开始减弱 各国逐渐恢复正常运作 而蝗虫也突然神奇的小神匿迹 不见了踪影 2020年11月 病毒又开始出现上升之时 12月14日 英国首次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 发现变异新冠病毒毒株 B117 这种变异新冠病毒 去年11月和12月 在英国急速传播 比之前的毒株传播力增长70% 1月13日 WHO称 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 发现了不同的变种病毒 鉴于变种病毒的传播方式 特别是在北半球 随着更多的传染性变种传播 病毒大流行的第二年 可能比第一年更艰难 在中国大陆 疫情已在多地迅速扩散 东北、花北多地 已处于封城状态 河北疫情确诊病例再度暴增 形势严峻 随着第二年疫情的爆发 诡异的事情又来了 去年蝗灾时 那些蝗虫的子孙们 也正叙事待发 准备发起第二波蝗灾 因为东非蝗灾的第一波蝗虫在死去之前 将它们的软铲在沙土里 这批虫软又遇到了合适的气温 很快成长为第二波蝗虫 由古籍列一转 记录了一位专吃蝗虫的神灵 据记载 汉中郡有个叫 卵猴的鬼神 经常住在室内的盆顶上 或障墓后面 喜欢吃腌制的鱼类 有不及凶的能力 甘露年间 当地闹了蝗灾 蝗虫经过之处 庄家全被吃光了 军手派人将此事通知了卵猴 并四缝上不少胭脂的鱼类 卵猴对来人说 区区蝗虫算不了什么 可以把它们除掉 说吧 就昔然先动翅膀飞出窗外 来的小丽看见它 仿佛是一只鸠鸟 还发出水鸟的叫声 小丽回去后将此事禀告了军手 当即 果然又成万上一只鸟 来吃蝗虫 顷刻就把它们全处尽了 古代的中国人 大多敬天信神 对瘟疫起因的理解 及采取的应对办法 与现代人打相径庭 古人把病毒叫瘟疫 也称作瘟神 认为瘟疫都是上天 为惩罚人所降下的灾祸 而大瘟疫的出现 通常是在人类道德堕落和行邪恶之事之时 如今 袭减全球的新冠病毒同样是如此 当人类道德堕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上天就会降下灾祸 以警示人类止步 不要继续下滑 在硕果仅存的一灾记录中表明 心存善念 道德高尚之人的安然无恙 丧失良心 德行败坏之人 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这一期广角镜就到这里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精彩视频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